媳妇,你覺得這會留幾盞燈啊?預測一下 我覺得應該都會為她的真摯留的 至於去不去企業工作 那就要看老闆對她的評估了 你以為我們都跟你一樣把她當大寶貝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會留幾盞燈,好不好 來,所有的企業家們,第一次去貨流 你要知道有三雙眼睛在盯著你們 一共有九位企業家,到底有誰會滅燈呢? 請做出判斷 滅燈兩盞 場裏的那盞是東白,為什麼滅燈啊? 我個人感覺她的線下運營和活動能力 很難牽移到線上,這是我的擔憂 所以我可能給不出合適的崗位 來,接下來我們進入職場情商課堂 如何看待李佳琪早年想賺購2000萬 就回老家,如今卻要在上海 滿1.3億的豪宅,請回答 我覺得個人的視野肯定是跟自己的成長 它是正相關的 你見過了更大的森林之後 你才會能夠看到更高的底峰 我覺得她回答得很好的 就是一個人,你在不同的見識 不同的財富 你會有不同的思維方式 也會有不同的選擇 我覺得很多人在解答這個道理 但是她從人生的願景 發展的角度去解答 說明這個孩子內心對於事業的看法 不僅僅局限於養家糊口 和一些物質上的回報 我現在就是能看出她的聰明 看出她落地 但是她說這個未來希望在策劃方面 有所建設 我能不能給她出一個題 湖北省紫歸是那個齊源的故鄉 中國齊城之鄉 中國這個詩歌之鄉 非常的美麗 每年在那要舉辦呢 國際端午文化節 那我們去年的一個活動呢 是7萬個人同時包粽子 獲得了吉利斯世界紀錄 今年我們6月25號 也就是端午節那天 我們要新搞一個活動 大概10萬人參加 你來幫我們策劃一下 就是既不能花太多錢 然後又有日勞又有新意 我覺得很有意義 那今年就可以直播 然後大家連線在家包粽子呀 對嗎 然後也可以 粽子是有新意的 然後每家包的粽子 可以是不一樣的 可以有不同的線 可以有自己的寓意 可以有自己的形狀 然後會有一個比賽 然後大家去投票 然後會拉到更多的人 我覺得投票也是一種套路 就是你其實還可以跳出這個包粽子 我覺得互聯網加結合起來 我覺得是一個加分項 但是你還是包粽子 我覺得創意不足 其實我會擔心你不是太扎根在一個事情上 你會看到你很靈活很樂觀 你會覺得下一件事情一定是正向的 這是非常好的 但是正是因為你經常會覺得下一件事情會更好 你活在未來 恰恰沒有把現在做好 我會建議這一次職場 那你計劃好 如果做就做長一點 好吧 其實我們通過剛才的一些小肖的表現 和企業家們一些點評 小肖雖然很聰明 但是還是缺乏一定的經驗 所以你的那些聰明 是否能夠轉化為職場當中的價值 還需要在職場的系統化培訓當中 來逐漸的累積和體現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有請企業家們做出第二輪的選擇去婚 請做出判斷 還有一盞燈 直接請你彈琴不上感激 我們給的呢 是給的一個活動執行助理崗位 起薪14000在北京管住 對這個薪酬你還滿意嗎 那如果是4000的話 我想就是了解一下 我以後的發展 就是上升的空間是在哪裡 未來的發展方向會有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呢是執行轉策劃 未來就要轉到策劃崗 那麼未來去做創意部分 另外一個呢就是執行的有項目經理 然後去帶項目 那再往後就是管理崗位了 好思考10秒做出你最後的選擇 英朗文化或者是謝謝再見 消息山你的選擇是 英朗文化 好